也附带做了一个台湾的统独倾向调查 是尤老师所做的 支持台湾独立的人 从以前的51% 戏剧性的跌倒只剩下36.2% 支持两岸统一的人 从过去的15%成长了将近 多少 11个百分点 OK到26.1% 这也是这次一个附带所做的民调 那台湾政党的支持度 中国国民党是23.1% 民主经济法是24.7% 那时代力量是8% 是第三个党的 老师整合看最近蔡总统民调 持续下滑除了短期的一些因素以外 您观察到其他一些 有没有长远结构性问题 蔡总统就任到现在两年快两年半 我们说她乏善可成 民调的朋友一定不以为然 但是我们去看看处理两岸 两岸牵涉的东西其实很多 包括经贸 包括我们的邦交国等等 包括大陆有没有什么军机绕台 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我们的两岸处理得好不好 我想从游益龙他做的民调 大家就很清楚 再看我们民进党大概觉得他做得很好 这是经济成长 我是商学院的教授 我讲两个数字 两个东西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去年他讲说我们的经济成长是2点多到2.5 那全球的平均呢 全球平均比我们高1点多个percent 今年又讲说我们可能到2.5到2.8之间呢 那全球是3.5 我们是below世界的average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个我们跟亚洲临近的国家 我们比每个国家都输 而且输得还蛮多的 我们的贸易出口占我们的GDP 占很大很大一部分 我们这两年的外销主要是受惠于大陆跟美国的电子产品相关的东西 那当然附带着我们的水账船购 我们有一些电子产业确实赚那些钱 但是这些是金字塔上面一些人 特定产业 特定下面的人下面人没有感受 军公教从7月1号开始 我的薪水少了20% 30% 40% 然后我们的尤其是南部旅游区的这种县市 关了多少 不要讲多 台北市的东区 就宗教东路大搜狗那一带 那个划2公里那个范围 你去看店面关了多少 就是在吊娃娃 这个都是写实的东西 所以你在想说我的经济状况很好 我的私欲率率是最低 人民的感受呢 我也不想去跟民进党去反驳这一块 但是我刚才讲了 我们是below世界average 比世界平均的经济成长第一个percent 你又懂 我们对不起世界 我们拉垮了世界的经济成长的平均 再看最近云豹假车 我们这个事实 民进党说再说假新闻随便你 这是老百姓现场失望 而且是你的铁镖区 加一的人 加一的人出来的 再看慰安妇 民进党 尤其是现场体 你对得起台湾的 以前被人家强暴 被人家拉锯 做慰安妇的这些老阿妈 你对得起吗 以前 现在大家讲 以前 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大家都在骂国民党 现在民党执政 民党做不好 痛痛是在骂国人 好像国人对不起民进党 在民进党的序幕中 日本人跟台湾人 他永远对日本人比较好 你怎么可以去弄慰安妇 破坏了日本跟台湾的邦交 再骂台湾 说在台湾的中国政党 刚才讲的最后一点 你刚才做的民调 最促进政党之间的和谐 和谐 解决棘手问题的部分 对 当你谢长廷讲出来这个话 你让我在野党 我怎么想 你心里就充满了 清算斗争仇恨 日本关系这个事情 第一时间 你谢长廷还在发脸书 在骂其他的政党 然后讲说 那个地方离我500多公里 大阪离我我管不到 大阪那个处长 考虑不是我打的 人也不是我聘的 然后第二天 你就要去开个 把所有的六个处长 七个处长找来开检讨会 那个处长自杀了 这些都是在我们面前 这两天发生的处长会 东厂不是我给你取的 张天心自己说的 张天心是你的副主委 带着你的主秘 带着几个研究员 带着几个副游 研究员 我要把这个状况 大家回想一下 他说我们原来 他讲 在明朝的时候 宦官有三个厂 东厂 西厂 其实还是个内厂 但是他讲叫南厂 南厂 对 不是南厂 叫内厂 对内厂 他说原来我是最差的 排老三 内厂 我现在生 意思是说 我现在升起排老二 变成西厂 我们要朝向 做老大东厂的角度上来做 那换句话说 在民进党的这些团体里面 是不是大家在 有人在争相 去表现给蔡英文看 或给他的主持看 这个是你自己讲的 你是东厂 然后你今天怪 再次怪国民党 我是觉得 你欠社会上一个公理 欠社会上一个实在化 你这一个团体 转型正义是多么重要的事 国民党也让你去通过这个东西 我们来检验历史嘛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拿着 不正义的东西说 你是正义 这个很可怕 这里面不是清算 就是斗争的 你从张天心 他们那些人的对话 你们可以看出来 他们在干嘛 他们在反民主 他们在反民主 民主是大家 不管是哪一个党 大家都希望台湾是民主的 民主是保障 谁执政以后 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民主是我们追求的东西 即使我们党再执政 我们还是要的是 最好的民主 再看 你看他这样做 那种独裁的心态 独裁者 民进党的正义是什么 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来 民进党的正义是什么 我说正义是正义 我说不正义 就不是正义 这样子的 朝向一个法西斯 朝向一个独裁的正义 我是觉得平常讲 尤其年轻人 大家会害怕 你希特勒 希特勒独裁之前 外民拥戴啊 他就想外国民主的光荣 要走向民主 结果呢 他是独裁的 他把德国至少 至少三四十年 打到世界上的 一个丑陋 一个罪恶的地方 我是觉得 民党执政 如果你可以带给 台湾经济好 大家支持 我们不要去谜评 可是你不是嘛 如果说 尤其是在 在这个促转会 这个事件上 如果你只说 这是单一事件 各位 有好多人在开会 而且在开会里面 张天心想说 主委的方向不对 我们要把他改过来整整 这个在在的是一群人 一群人 常有的一个想法 OK 谢谢 各位刚才 然后再是最后 OK 那个刚才老师 我常常讲说 打击魔鬼 自己也不能变成魔鬼 我觉得这个张前副主委 真的犯了一个非常严重错误了 我们过去讨论过 今年的经济选民 大量的抬头了 你看过 我们太多一队新闻云所做的 各县市 包括直辖市 各县的民调 几乎经济建设 都是排名第一的 很多包括 非经济型的政治性议题 都远远排在选民心中 不是优先事项 你怎么看这个趋势 值得要抓到这个选民需求的脉络吗 不管你的起心发想是什么 你当初的意义是什么 当初你的动力是什么 最后结果全民来负担 那我最近我自己私下多个民调 包括这个餐饮业 包括这个计程车业 包括卖卤味的 都跟我有一些抱怨 说他本来有一些固定的 这个消费族群就不见了 我认为民进党要注意这一点 我早期买鸡蛋 嘴买鸡蛋 然后我说我看一看那个标叫 我以为我眼花的时候 我是不是白内障 一斤白蛋43块 红蛋45块 为什么看错 我再看一眼 一斤20多块吗 一斤20多块那是理事了 那是理事了 我跟你讲我曾经买过最便宜 一瓶23块 没有可是40几块 我是买蛋到现在 我第一次看到 我买两个买几十年 真的吗 我买蛋我都觉得好贵 一盒十颗都一百多块 我是到杂货店去买的 请注意我不是去买席卷蛋 那席卷蛋 应该相对是最便宜的价格 那席卷蛋可能较少了 然后淡价会有一个波动 对没有 可是淡价波动到这样子 没有没有 我意思说淡价波动合理 现在菜价也涨很高 我要讲什么 就是说当民众那个 那个经济的感觉被侵蚀的时候 我这样讲比较稳一点 他可能就会对执政党产生抱怨 怎么都这么贵 我们的落地的钱越来越糗 可是物价并没有停止波动 所以我觉得那种感觉 不要说哎呀 因为政府怎么样 所以你年金改革 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政府的事情 民众就说我要过日子 就是三个字叫过日子 日记过不下去 你们什么口号对我来说都是多余的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职能本身就要注意到这一点 你不要再讲那些 过去国民党做过同样的错误就是 因为我对马英九很有意见就是说 你搞那个什么油电双掌这些东西 虽然是一些所谓公平正义 虽然感觉上 可是影响到就是民众 民众他会为了国家这样子高举正义大情 这样子我就忍痛投给我不喜欢的党 不可能嘛 投票行为我这样讲就是情绪行为 如果你不注意到这个现象 那一直在讲一直在讲一直在讲 最后结果就伤害到执政党本身 是OK 我一同补充 我补充一下刚才废委员提到那个 我必须讲就是像苏处长这个事情 我还是必须讲 他的真正的原因是来自于假新闻 就当时的时候先有一个 因为在发生了这个水灾的时候 那从那个大阪的关西机场 他中国有车辆进去把人接触 但事实上没有这件事情 所以大量的舆论就是苛责 大量的苛处长这个苏处长 为什么你们没有做事情 中国可以做 就后来证实那是个假新闻 是个从中国的那边 制造出来一个假新闻 然后国内的包括 连甚至国民党都跟着去轰 所以我还是必须讲 不是被逼死这个苏处长的 其实更我觉得是应该检讨的是 我们对这种假新闻的到底 要让他容忍到什么时候 我觉得国人要有高度的支持 帮媒体要高度的支持 不应该让假新闻不断的扩散 所以刚才废委员这样讲 其他的我都尊重 但是这一点我一定要强调 是假新闻才是造成 那甚至于很多背后 有人不断去苛责 苏处长的时候 才造成他的压力过大 OK 我们下次要整个苏处长 也是民进党的立委 OK 我们下次跟大家开个专题 谈有关这些假新闻的议题 OK来 施琪你的意见 我觉得执政当然辛苦 就是说在这两年多来 我看着蔡英文的执政 就我可以 因为我认识他 所以我知道他大概施政的这个步骤是怎么样 他一直觉得他必须要先把那个底给打好 那那个底给打好就不会是一种 喧闹式的热闹式的那样子的那样子的方式 那当然过程间非常多的一些问题出包 张天青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大错 那这些事情一件一件累加 其实都是一种伤害 那所以怎么办呢 我觉得就是变成 你的确不管是横向或者是纵向的每一个单位 要管理好 OK 因为这种不管纵向或很像的出包 都让现在的状况跟以前的状况又不一样 现在的状况是说因为资讯的流通速度 自媒体太蓬勃 对 对那所以就会立刻像花粉一样散开 那如果当中掺杂着七分针三分钾的话 那个伤害就会非常的大 那所以因为自己没有在纵向或横向皮绷紧 然后不出错 使得这些错误就会立刻的像花粉一样散开 每一个小花粉都会变成一个基地台 变成一个过敏源 对他再散播出去 所以我当然觉得他辛苦 但是一方面辛苦 但是没有办法 你就在这个位置上 所以仍然是要强力的要求 我觉得他要展现他领导能力 叫下面的纵向横向 全部都这个不能出包 OK 所以施琪他近距离观的蔡总统 为了面对未来更多的挑战 只有更努力全心全意的执政 这个手板蛮有趣 他说胜利可以是第一个越过中线 蔡总统您的胜选是你个人越过中线 但更重要是要带着更多人跑过终点 你下来节目下一段的任务 就是带更多人一起跑过终点 终究节快到 我很希望放假 这是一个台湾人创的一个品牌 叫做有机有余 它的包装非常文清非常文创 它的文案写得很好 说有一个坚定的心愿 简单的风调雨顺 真实的国泰民安 那最后想说 安抚了大地 丰美了人心 就是这几个字 简单的风调雨顺 真实的国泰民安 希望蔡总统跟所有的老百姓 我们一起努力 我是变远天空室 所有家云端正线 免疫同事间 我们云端再见 谢谢 谢谢